金融慈雲寺舉辦齊安離斗法會 可以說是金融地區當中 遵循鼓勵的一個法會 傳承百年 由法師群來虔誠祝道 從9月1號到9月9號 這9天之內都是離斗法會 這是一種為人家消失嫉惡 祈福援受的科医 參加離斗就是朝拜自己生命緣程 可使緣程光彩祈求平安 還有其他生意等事業方面 畫面上的暗桌上 這些斗筒都是信徒點的斗燈 整齊排列 而經過離斗儀式 來護佑全家平安健康 消災解餓 這個斗 是我們差不多20多年前 從那個廈門訂住過來 我們要裡面要裝那個米 還有其他一些科医用的東西 這是一種從古代 就傳下來的道教科医 民眾點斗燈就是俗稱的拜斗 斗筒裡面會裝米 還有劍 齒 秤 鏡子等法器 而背後都有深刻的意涵 簽是代表原成 斗米是代表天地萬物 那個有一個小小的傘 是代表那個服用原成 還有劍是代表齒謀保平安 那個燈是代表那個神光古照 當然都是那個齒啦 蹭啦 剪刀 鏡子 都是代表那些 主東 主西 主南 主北 基隆 慈雲寺1.9天舉辦法會 而法會之後的米也可以讓信徒帶回去吃平安健康 基隆 慈雲寺希望透過古禮的麗斗法會 讓信徒祈求合家平安 消災解惡 同時也期望國家風調與盛 國泰民安 疫情早日消退 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旦方